记者王定撰新北报道,男子周嘉杰2014年间曾持刀性亲英赵女,过程二、三分钟,被称为快枪男,他因此被判刑,却不知悔改,竟又持刀企图性亲另一名英赵女,因英赵战机旅馆人员察觉怪异,轮番拨打电话进房而未遂,新北帝愿一携带凶器强制性交未遂罪,判他五年徒刑, 可上诉,据查,2014年间,周嘉杰赴完房前后,全身没本毛钱,却企图白嫖,被害者进房后察觉怪异,偷发讯息给英赵战人员求救,难可怪怪的旅馆人员或之后,打电话进房关心提醒开房时间只剩10至15分,周南建时间将至,尽量刀抢鼻口交病性亲得逞,过程二、三分钟, 被称为快枪男,他因此被判刑八年七个月徒刑,却不知悔改,去年十月间,又故技重施,迟到企图性亲另一名英赵女,因旅馆及英赵战人员早察觉怪异,轮番打电话进房才未得逞,何一庭斥责周南所为使被害者留下难以抹灭心理创伤, 虽认罪却未赔偿,何解,又有相同贩行,构成类贩,判处五年徒刑,可上诉